如果不是乖乖交出那五千块钱 饰饮月气落的陈瑶 还能成为男星环绕的团宠吗 2020年7月 陈瑶作为飞行嘉宾 加盟了综艺 夏日冲浪电 在她来之前呢 乔欣是对李唯一的女生 所有男生都喜欢围着她转 可当陈瑶来之后 男生们立刻转换目标 纷纷跑来当瑶瑶的随从 挺得一旁的乔欣 不得不酸溜溜道出自己心里话 瑶瑶没来之前 我还是有一个至尊体验的 不过比起乔欣的无奈 更多人将目光聚焦在 瑶瑶为什么如此受宠伤 因为这样的待遇并非谁都能有 方言内识的陈瑶啊 她出场时就宛如一个小仙女 开心向大家问好 即便遇到自己的老友韩东君 她也拿捏分寸 与其适当调侃 你怎么这么黑 而瑶瑶接下来的做法 更是将自己的单萌形象 刻画得淋漓尽致 因为这是陈瑶第一次录制节目 很多规矩都不懂 男生们变骗地说 每次来的飞行嘉宾 都要交五千块钱会员费 东君 还有一个事情 就每个客人 每个 每个 哦 对对是这样 我们每次来的飞行嘉宾 你像小五眼 每个人要交五千块钱 然后要想都没想 在乔欣与男生们的现场微观下 立刻转了五千块钱 从这也不难看出 长相甜美又单纯好变的陈瑶啊 不轻易间激起了男生们的保护欲 他们纷纷将陈瑶当成自己的好妹妹 陈瑶说自己想出去参观 便有一群随从为他打伞 将他团团包围 他换一件衣服 耳边满是男生的称赞 天哪 太好看了吧 甚至只是简单说一句 自己想去冲浪 也能让身边的男生 瞬间结队 陈瑶一起玩乐 全部很多人都以为这也只是因为陈瑶出来乍道 男生们对她的热情会随时间慢慢消失 可谁也不曾想 瑶瑶之后一一就会稳住团宠之位 而这样也成了她与乔欣 闺蜜感情破裂的根源 当全世界都在夸赞乔欣 说她是反矫情达人时 殊不知陈瑶的到来 会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异性缘原来这么差 2020年 处无心法师外 在屋更多优秀作品的陈瑶 空降到了夏日冲浪电线场 得意与闺蜜乔欣一同参与节目的录制 可某次乘车游玩 瑶瑶坐在车里问 自己是不是胖了时 原本与陈瑶关系极好的乔欣 却并未有语气搭话 而是默默坐在一旁喝饮品 我是不是胖了 记不下我 那也不至于吧 此后 因为疫情在家吃胖6斤 体重已经达到90斤的陈瑶 又一次吐槽自己很胖时 心里很不适滋味的乔欣 终于忍不住了 我最近胖了 多好啊 你太瘦了 我也很瘦啊 你胖的眼挺好 小美也是说她胖了 她胖是她的事情 我瘦啊 也是因此 屡次自嘲很胖的陈瑶 被很多人贴上了绿茶的标签 反倒是那个怼她的乔欣 成了大家夸赞的对象 然而细数陈瑶在节目中的表现 你就会发现 乔欣的反应 更多是基于本能的吃素 那是陈瑶一出场 就隐瞒男生们的团团包围 不是夸她漂亮 就是贴身为她撑伞 要知道 早在瑶瑶来之前呢 这些尊贵大女 都是乔欣的独家专项 欢作是你 你看到自己的昔日玩伴 突然都跑去向别人示好 独留自己一人承担所有 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显然 乔欣并不是很开心 只是好在 陈瑶并没有将乔欣的难听话 真的放进心里 反而乔欣本人呢 也无意伤害瑶瑶 两人依旧能暖心拥抱 开心玩乐 比陈瑶大四岁的金晨 俨然更有道行 2014年 唐人剧组筹拍电视剧 《无情法师》时 金川三年的金晨 出演女主李月牙 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的陈瑶 则出演女儿月琪罗 据坊间传言呢 那时为了选月琪罗一转 唐人老板蔡义农 一共面世了几十个女孩 可都不是很满意 直到看到陈瑶 她才下决心定决 于是陈瑶凭着一句 成功火出了圈 这一年 陈瑶年纪二十岁 在众人眼中 是风华正好的年纪 然而让所有人痛心的是 这也成了陈瑶出道后 迎来的巅峰 此后在唐人的几年里 陈瑶不是在贵中美人中 为胡冰青铺路 就是在《无情法师》二现场 古等剧组开机 反观金晨 演完《无情法师》后 她先是在《秦时明月》里 饰演妖艳独女赤裂 暂时在《小情人》中 扮演轻心叛逆的善丹丹 后则到《蒙飞驾道》中 演绎搞笑可爱的《不蒙》 这随随便便拿出一步 通不能甩陈瑶资源一条街 于是 金晨越来越火 陈瑶原地踏步 而这也正是金晨的高明之处 眼看唐人公司已经做不出爆款剧 金晨狠心之下 与其解约 事实也证明 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可再看陈瑶呢 即便她在唐人备受冷落 也有粉丝劝其离开 另寻出路 可感念旧情的她 还是选择留在唐人 接受蔡依能为自己规划的一切 被拔绿茶 她不做公关 六月延 没戏可怕 她默默努力 祈愿翻红 有人说 是她的不争不强 阻挡了她走向红火 有人说是她不敢拼搏 因为你看 无论杨幂还是金晨 他们都用一职解约 创造了彼此的商业价值 只有死心踏地留下的陈瑶 依旧在恐怖挣扎